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高雄大支吊居的大支先生 今天我们再来继续介绍金师傅的吊点 第三集 这个吊点是怎么找呢 我都解大支先生简称 他叫做三个石狮子 三个小头的屁股 后面这些 各位可以看见我们这个画面 我来这里拍的比较清楚 给大家看 好 各位可以看见 三个十只头的 三粒鲨鱼头的甲村 那这个如果说 三粒鲨鱼头你找不到 你可以Google 这一栋建筑物叫做 金师傅桌球协会 金师傅桌球协会 那各位可以看见 他这个旁边的环境是这样 各位可以看见这边有两个大哥在钓鱼 这两个是在钓什么 那里的浪屋啦 浪屋就是在金师傅大部分的人的钓吧 那这个当然你要钓手杆啊 钓浪屋啊 钓沉底啊 甚至甩路牙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那浪屋是怎么浪的 就是用一根泡杆 你有路牙杆也没有关系 小技杆是最好的 然后大哥去勾到一个垃圾袋了 然后反正就是 他无锅鱼会有去驱赶 掉落他巢穴里面东西的一个特性 而且喜欢用嘴巴雕走 所以在你把东西丢进去巢穴的时候 他会用嘴巴雕走 浮标就会产生巡套 可能会有移动的巡套 下沉的巡套 撞浮标的巡套 羊杆就中鱼了 那这个是这里比较常见的钓法啦 朗屋 那朗屋就是 你也可以勾鱼饵 例如说我不想朗屋 我想要勾鱼饵 也是可以 各位可以看见 这个随处都可以 这个钓鱼是不会被驱赶啦 可是我比较建议 各位就是说 不要留一些垃圾 不要留一些垃圾 我们四处走一走好了 走进去里面 三个十只 狮子头的后面 三粒鱼饵头的卡床 各位可以看见 这个是三粒鱼饵头的 卡床的 算是左边啦 改天我们再来介绍右边 各位可以看见 他的环境 还挺好玩的 其实大师先生每天 都在这里运动 钓鱼的人真的是 蛮多的 平常日像今天 平常日钓鱼的人比较少 礼拜天 钓鱼的人最多 大师先生的兴趣 最近 除了钓鱼之外就是运动 每天都在运动 每天都在运动 因为大师先生觉得运动的感觉 是真的很好 而且 大师钓鱼饵 就在这个附近而已 近视图的附近 所以每天就观察这些钓鱼的 年轻人 叔叔辈们 老阿伯们 各种钓法 其实真的很好玩 其实只要你有 很简单的钓竿 不管你是手竿 什么竿 随便 都可以来玩 而且 最重要的一点 这里不会驱赶你钓鱼 在那个庙的附近 前几集 前几集 有介绍过 庙的附近 廟床 不要跟人叫鱼 那些人会自己掛 其他的就是 我们发挥 我们钓鱼应有的工作 请自己不要乱丢垃圾 看到旁边有垃圾 顺便捡回来一下 这样子 各位可以看见这个 环境相当好 人屋的 好玩的地方 这就是可以 带个简单的钓具 然后 跟两三个朋友一起聊天 啊 拿开工 拿人的 人的 这样啦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大哥叫做人认证 大哥应该是在吊层底 不是吊浪屋 没有看到浮屋 如果是浪屋的话 会有浮屋 所以他在吊层底 好 那这个层底的话 你问他这先生说 勾什么比较好 勾那个水族物馆 买的那个小虾子 或者是你去炒上菜市场 买个一百块的火的白虾 回家分装三只五只 三只五只 然后三只五只之后 来到这里再现剥 勾子勾着 先剥一截虾仁 勾子勾着 再把那一截虾仁剪下来 这样子的效果 大哥先生觉得是最好的 因为大哥先生自己在钓 曾经钓层底用这种蚝仁 钓过 意想不到的东西 什么东西都会咬 例如说最 最夸张的是钓到什么 钓到鳖 甲鱼 还有钓到那个 中国那边那一种 有一种鱼叫做黄蜡丁 还钓到 反正你讲得出来的 真的都有钓过 这个 白虾现剥的虾仁真的好 可是各位要记得 如果你要现剥虾仁 你必须要这个虾仁 虾仁你剥完之后要冰起来 你要带一个小冰箱 小冰箱 千万不要曝晒 曝晒没有血水就没有用了 好 各位 各位观众 今天这个 三个狮子头的屁股 的钓点 第三集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 有问题都可以直接传来问我 或者是直接 营业时间内来钓具航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们